人与人有没有特异的信息沟通 人与植物动物与自然界万物有没有特异的信息沟通 当我们继续考察富松山上校神奇的特异信息现象时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更高级别的科研像 现在我们准备进行一项特异信息催开千朵鲜花花雷的超大规模的人体科学实验 结果如何呢 富松山本人对此充满自信 我们也拭目以待 那么这些月季花将在今天晚上 富上校特异信息讲座上 富上校将用特异信息使这些玫瑰花当场开放 好好保 пл 小櫷 小櫷 哒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特意信息 雙向調節血壓的一個試驗 負上向命令 高血壓降下來 再降 再往下降 降 好 正常 低血壓 往上升 再升 再往上升 上升 好 好 好 阿弥陀佛 明昇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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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松山在对一千多人进行特异治疗的同时 进行特异信息是胶片感光的实验 是 阿弥陀佛 コ着 神 搓索擦臉 再睜開眼睛 好 坐下 1991年5月 我上初三的時候 陰道出血布置 醫院確診式功能性出血 7月15日 在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 吃湯藥一年多 無效 每次出血三個多月 乾淨幾天後又出血兩三個月 中藥一天也沒有斷 血還是止不住 長期出血造成貧血 燥熱 出血汗 心慌憋氣 腰酸 腿軟 醫院建議我修學 住院治療 到1992年5月開始 大量出血塊 開始打止血針 吃激素 但仍然止不住血 又到協和醫院 找許晴教授看 許教授建議住院手術 摘除子宮 我父母又帶我到 有醫院去 赴瘟尼科 專家看 吃大量激素 體重長到150多斤 不能勞累 一累就出血 這三年中 我每星期二 星期六 都到各大醫院去看病 不能上體育課 上樓喘不上氣 指甲蓋兒全是軟的 今年1月21日 又連續出血十多天 到3月1日開始 大量出血塊 持大量激素到十幾片 也止不住 2月2日晚 到回民醫院急診搶救 由於大量出血造成昏迷不行 打直血敏 輸液無效 3日轉院到北京婦產醫院住院 大夫說 因為子宮中有兩個小血流 可能造成再次出血 那樣只有摘除子宮了 2月7日出院後 我在家卧床靜養 7天後14日又開始出血 到26日星期六還是流血不止 我父母打算 28日星期一 再次送我上北京婦產醫院住院 做手術摘除子宮 我絕望了 我才17歲呀 年紀就這麼輕 就要切除子宮 我哭了 我媽的眼淚也快流乾了 就在這走投無路的時候 我父親場裡的徐炳章大爺 送來了副松山上校發明的 副氏特醫大 26日晚上 我一回到家 就聞到了家裡 挑著一種奇異的香味 原來是我們家 有幸得到副上校的寶袋 可是把特醫袋 湊進鼻子紋 是沒有味道的 那麼這種鋪鼻的一香 是怎麼從特醫袋裡 發出來的呢 這真是一個謎 26日晚上 我迫不及待地戴上特醫袋 奇蹟就出現了 當天夜裡就止住了血 一周以後反跳 又出血排出了兩個小血流 五天之後 乾淨了 現在已經過了一個多月 再也沒有出血 折磨我三年的病完全好了 我的子宮不用切除了 謝謝 今年春節全息 沐崇山上校 在廈門人民的強力要求 在廈門舉辦了大型的 特醫信息講座 我原來心慌體胖 參加了特醫信息減肥 在不到半小時時間裡 我的體重被沐崇山上校 撿去了十斤 腰尾也當場 虛下了十五公分 第二 我弟弟七年八九月間 不幸發現了胃癌 而且病情為重 手術搶救 護上校正在鼓狼獄講學 接到我們低上去的紙條 立即遠距離發射信息 卸至搶救 出於昏迷中的同天真 在事先不知道發射信息 這件事的情況下 既然在他 視不相識的呼上校 這樣遠距離發來的信息作用下 甚至有了節奏地出現動作 後來我弟弟以令人難以自信的十度 抗露出現了 這一次我到北京來的時候呢 屁股兩天 今天登上長城 昨天呢也跑了 北京城跑了一天 那麼 醫生原來是還要做五次的化療 我做了兩次 那麼 還有三次化療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身體已經完全康復了 是測量了低血壓 那麼我們現在那個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們讓我們採訪一下劉大夫 看他測量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劉大夫您對剛才測量的結果 跟我們大家談談好嗎 嗯 我說測量的一部分有十幾個吧 原來的低血壓都有變化 都提高了 少的呢 高壓低壓各提高五 多的可以二十二十三十 三十幾多有 是不是都達到了比較正常的 都在正常範圍 在延長大家生命線的同時 現在我用無線電話已經跟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手 已經研究聯繫好了 現在我同時要發出信息 遠距離的新造目標 找到我沒有取過的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那個實驗室 找到那個器官 對裡頭的液體進行處理 同時也要對在場所有的朋友 帶進來的飲料 進行特異性性的處理 但願這些飲料能夠變為 有助於身體健康和開智能 這一次需要 我們為了嚴格地訓練 中科考察 傅松山的特異信息這種神奇現象 在進行大規模的人體調控 治療疾病的掩飾過程中 同時安排了幾項物理化學實驗 現在我們來看看結果 胡教授 下面請你把這兩次 為傅老師做特異信息的實驗 這種結果給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中科院感光化學所的副研究員 過去接受傅老師的特異信息 治療我對化學藥品過敏的疾病 受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從此我對特異信息特別感興趣 我對傅老師講 我說我排除感情因素對我的影響 我用科學測試手段來跟蹤 你特異信息 傅老師同意 然後我就設計了一組實驗 我選了三個有機化合物 一個螢光光譜 然後用傅老師的特異信息帶 對這些測試樣品進行處理 結果都發現 傅老師的特異信息 有一種能量 作用有機分子 使他們測試的波幅發生變化 這中間還做過電話 遠距離的傳送信息的實驗 也看到這種影響 到今年三月份 傅老師到北京來 我用傅老師的特異音樂帶做實驗 同樣也看到這音樂帶 對這個樣品的測試結果的影響 當時我很吃驚 我想沒有生命的這個有機化合物 到底能不能聽懂 傅老師的音樂 結果實驗證明了 傅老師的音樂帶 有一種能量向外輻射 使我測試的樣品 這個波圖發生變化 當然在這個前天做的測試過程當中 這個對測試的對象 無存以存 那進行了嚴格的提存 就沒有水 在這種情況下畫出的圖 同樣用傅老師的特異信息鏡處理 通過電話 通過音樂帶 沒有看到這種影響 我們按照前天的這個設想呢 我們把這個四種 這個同樣性能的這個X光膠片呢 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那麼一種呢 就是說我們直接放在這個 傅老師的講台的桌子上 第二種呢 就是說我們放在這個講台上 但是用牽板 用牽板把它壓著 第二種呢 我們用放在桌子上 用牽板壓著 第三種呢 我們放在這個講台上呢 就是這個 放在這個腳上 這個離傅老師呢 稍微遠一些的這個講台位置上 第四種呢 我們就放在這個頭牌的位置上 那麼就距離比較遠了 我們把這個四種片子放好了以後 等傅老師把這信息發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帶回去呢 這個在我們所裡面呢 進行了沖洗加工 那麼從這個沖洗結果來看的話呢 我們沒有看到啊 沒有記錄下這個四種片子上啊 有什麼樣子特殊的這個影像信息 這兩組科學實驗沒有獲得成果 作為科學考察的嚴肅性 絕對的計時性 我們依然把這一次現場的失敗記錄下來 展現給我們的觀眾 幫助大家解決失眠 多夢 健忘等問題 將來看這部電視片的朋友 在我進行這項處理的時候 請你們在電視機屏幕前 也這樣躺著 閉著眼睛 躺在沙發上或者床上 接收睡眠的處理 對調節你的腦神經 改善你的睡眠狀況 可能有一定的好處 被驅了黏的全身 可能會有僵硬的感覺 有發麻被通了電的感覺 這是正常的 不要緊張 我再重複一次 躺著的 等一下我和我的助手 去碰你們的時候 不要緊張 全身放鬆就是了 身體是僵硬的 那麼僵硬的像一段木頭 這就不管它了 現在是用特異信息進行催眠 催眠 這是現代心理學 現代醫學 都接受並理解的一個手段 傅松山用他的特殊方法 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催眠 這在醫學實踐中有他的價值 在大規模的催眠活動中 他運用語言音樂 這樣常規的方法 配合他的特異信息 對人的身心健康進行調整 這對於觀看過本篇十九集的 朋友們來講 是個很好理解的事情 而對於現代的康復療養 可以說提供了有關的啟示 依靠氣功及人體特異功能 進行特異治療 有時是包含暗示及催眠手段 但又不只是暗示及催眠手段 在我們看到的許多特異治療中 不需要被治療者 任何心理上的配合 不含有任何暗示的成分 我們更看到許多氣功師 特異功能師 依靠特異功能 直接改變物質 那與暗示催眠更是毫無關係 我們今天在這裡 再一次提到暗示催眠 與氣功特異功能的 某種聯繫 是想說 如果我們深入下去 通融天下各種分別 那麼沿著對暗示催眠術 深入研究的道路 我們同樣能找到 人體特異功能的奧秘 因為這奧秘 都涉及人的心靈 意識的深層結構 暗示催眠 是我們深入接觸 並影響深層意識的 一個有力手段 以暗示催眠手段 作用於人的深層潛意識 進而調整人的生理心理 這也是現代科學 承認並證實的事情 如果我們通融各種分別 將植物動物看成是 有思維的東西 將非生命物體 看成是有生命的物體 將意識更廣義地 擴展為信息的概念 那麼天下萬物都有信息 那麼我們不就可以 更好地理解特異功能 改變各種物質的事實了嗎 我們請假設 提到人們的土地 公平和室的公園 全可固定 擁有的 公園 全可固定 總共是 全可固定 全可固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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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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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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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视机前有肿瘤的观众 请您也站起来 跟随会场上的人们 一起喊出消除肿瘤的口号 或许会有奇笑 如果只是变小变短的 不要记手 化掉的 化掉的才记手 肿瘤 肿快 有些人声声 不要再回来 永远不要再回来 好 必定完毕 请放下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你身体是有什么改变吗 什么部位 身体是左乳腺 原先在医院查的是乳腺增生 在听课之前 摸着吧 还疼呢 还有那个肿块 后来就今天晚上 上校发完工之后 突然就觉得摸着吧 压着也不疼了 而且摸不到了 软 满点 是在一瞬间是吗 对 好 谢谢您 这位是我国非常著名的作家 张杰老师 张杰老师 第一期第二期 副上校的特异新机讲座 您都来参加了 您能跟我们大家谈一谈 就是有什么特别的 从身心两方面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我首先感谢 副上校对我的这个 给我的花痕的人们 对我特别的关照 我非常感谢他 那么我确实我觉得 本来我是带着 将信将疑的态度来的 但是我觉得收获 还是比较大 首先我第一天 我那个右腿上的脂肪瘤 当场就消失了 而且我的乳腺增生的 压痛也没有了 摸上了 我自己摸是已经没有了 然后呢 我的骨质增生 脚上的手上的 也都不疼了 所以我觉得收获是很大 非常非常感谢 他对我的关照 对我的身体的治疗和那什么 我确实非常收获很大 我相信以后 我还要继续跟他保持联系 随时关注着 他的研究的成果 我祝他和他的研究主 将来一切非常的成功 一切顺利和成功 而且我对他的现身精神 为这个事业的现身精神 非常感到敬佩 谢谢 在第一次系列讲座中 有一位我的朋友 姓刘 他在第一天的讲座之后 对这个讲座表示不理解 对父上校的特意信息的神奇效应 表示怀疑 他甚至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联想 认为某些现场的反应 是不是事先安排好的 是有一些人在有意配合制造效果 当时我说的那些人在有意配合制作为主要求 当时我在电话里说 我不勉强你再去听第二次第三次 你既然 你既然缺乏这种理解 那么我劝你 不浪费时间 可以不去 缘分味道的事情 不要勉强 我并不指望 整个人类所有的朋友 在一天内 都完全理解和相信 人体科技的新事实 这样讲了 对方放下电话了 但是第二次讲座中 我又发现他来了 是大前天吧 傅上校说 你们有什么癌包的什么 你们看 肿瘤什么的 你们摸着 看看是不会小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们把我的这个信息 带给你们的亲友 我当时想到我弟弟呢 在戈壁上有一个大包 像碗那么大包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从小又有 就越来越老越大 或者是一个大肿瘤吧 就一个那个挺大的 鼓起来的那个瘤子肉瘤 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好 把傅上校这个 可能我就记错了胳膊了 大概就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就稍微 受了点影响 我就说把这个信息 带给我弟弟 让他的肿瘤 命令他消失 消失就是 傅上校怎么说 我怎么重复 结果呢 前天晚上 然后我那个 前晚上是我就 打长路电话 他给我打长路电话 我就突然想起这个事来了 然后我说你摸一摸 你那个胳膊上的 那个肿瘤怎么样了 他一摸他大叫起来 我说哎呀哎呀 我怎么了怎么了 他说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怎么你说呀 我你说 他怎么回事 小了小了 就剩一点了 好了我说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我不知道怎么了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这是我 我把副上校给我的这个特异 那个这个特异信息 传递给了你 我弟弟在重庆 我在北京 这么遥远 这么遥远 就就这真是事实 现在我手里拿着五朵月季花 这个根据月季花开花的 那个时间的那个程度呢 这五朵月季花可以 可以分为四种 这一朵呢 是第四度的 估计的应该在两天以后开花 这两朵呢 是属于三度的 估计应该在三四天以后 才能开放 这个呢 是属于二度的 估计在五天左右 才能盛开 我所说的盛开呢 不是说开着把它 这个花瓣都垂下来 而是开着一个最美的姿势 这是月季花 另外呢 这有一朵郁金香 这个郁金香的特性呢 是白天开放 晚上闭合 现在呢 是处在一种闭合的情况下 白天呢 就成一个酒杯一样的张开 到晚上即使是有灯光 它也是闭着的 回头看看通过 赴上校的这个 特意信息以后 看它有什么变化 就是盛裂 全身放鬆 现在我要调来金字塔的信息 让大家更好地和宇宙的能量沟通 京城所至 金石为开 这句话讲的就是人的念力 就是讲的人体科学的奥秘 当一千多人聚集在这里 都进入新城木杰的状态 都手持一支鲜艳的花雷 都想到要让它即刻开放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奇迹 生命科学探索电视片的观众朋友们 或许都有某种预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我们的观众在观看这一画面时 也不妨手持一支花蕾做做这个实验 莫非你们的心与鲜花没有沟通吗 人的意念力不仅能够相互作用在人与人之间 而且能够对天下万物都作用 在这个世界中万物有灵 万物都有信息 万物都能够相互沟通 请想一想 整个宇宙中有什么东西 能够完全隔绝于宇宙而存在呢 在太阳系中 有哪一个生命或非生命 能够超越太阳的影响呢 在这个世界中 又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越整个人类 整个自然给予它的影响呢 研究生命科学 就应该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一个大生命 把天下万物都看成生命 生命与生命相沟通 生命与生命相转化 生命都有生老病死 生命都在运动 探索生命本身就是生命的使命 生命言 Jude 生命 contextual ловoms 圣经 1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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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们已有的眼界太狭窄了 我们自满自足 自以为是的包袱太重了 我们要拿出我们的诚心诚意来改变一切 如果我们的诚意能够感动上帝 那么这个上帝就是所有人心灵深处的那个真正的自我 人是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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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悟到生命的本来时 灵光一现通天达地 我们就是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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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